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 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资历010号 这里是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的节目是每天下午3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齐真问候大家 天气好冷 希望大家多多的保重 自己要保暖 能不出门就不用出门 那你就是最幸福的 如果一定要出门 记得包紧紧 特别是头部的地方 好 那我们今天台股 下跌了91点 指数说在17543 成交的部分是3242亿 加运指数跌0.51个百分点 OTC指数的部分跌了0.29个百分点 但是在其中 还是有很多的亮点族群 而且更开心的就是 我们的专家老师帮大家掌握好了 好 赶快来邀请我们轮延投顾 首席分析师 严一鸣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轮延投顾 首席分析师 严一鸣老师 那今天很高兴的 那即将要为大家来公布 我们今天 有一档这个简讯 有一档股票的 有一则简讯 那今天的话 造成了市场里面的一个震撼 那其实的话 那我们的操作的话 就是说 按照这个所谓的 基本面去做出个分析 技术面的话 来找买点 找到最强势的股票 那虽然说现在的行情 好像在震荡整理 那对这个一般投资人而言的话 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状态之下 但是我们今天 这一通简讯 依然的是帮助我们的会员家族 依然做到一个大专特专 那节目一开始的话 就要请我们的齐珍小姐 来帮大家宣布 这通重要的简讯 把时间先交给我们的齐珍 好 齐珍小姐来咯 好了 恭喜哦 老师的家族朋友 曾龙 还有清代的家族朋友 在12点46分 就收到了这个恭贺的喜讯哦 恭喜狂贺 货贵古万海 2615万海 这时候呢 是上涨了5.4元 亮灯 涨停板 股价在闯 波段的新高哦 而且老师说 日周黄金交叉 趋势向上 抵不起涨而已 未来还会大涨哦 持股傍劳 波段操作 要卖会通知 祝大家周四愉快 谢谢合作 恭喜老师哦 好 那航运类股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波 操作的一个主流 那从这个月的话 应该会一直操作到 明年的第一季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货运的一个报价是上涨的 但是投资朋友们只知道说这个所谓的货柜是属于一个报价上涨 但是他不知道涨了多少 那我这边要补充说明哦 近期以来的话 欧洲线的一个报价 那目前为止的话 有机会啦 听说啦 有机会的话 应该会涨两倍 而且这个时间点就在下个月 为什么会涨那么多 这边跟大家先说明一下这个背景 之前的话 这个航运 航运的部分报价是一次下跌 因为这个全球啊景气啊 它是不循环的哦 那以至于说造成了可能每一支货柜 它的美元报价可能是低于一千块钱以下 一千块钱以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他报了这个一千块钱以下的每一支货柜的话 可能就要进行亏损了 就是没钱啊 那如果说超过一千块钱 才有机会打平啊 那目前为止的话 这一支货柜可能报价要超过两千块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涨价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航运内股的一个报价的一个涨价 跟我们所认知的产业面的一个所谓的报价 是截然不同的 那比如讲 低润的合约价如果说涨价 那就是以库存 你库存的越多 可能你赚的越多嘛 那IC设计的话 可能就是涨所谓的毛利率 我可能的话 我之前我给你报价一百块钱 我现在可能要一百零五块钱 那我有做的话我才有赚嘛 对不对 如果没有做的话就没有赚 对不对 那航运的部分呢 目前为止是供不应求 也就是说我涨价之后 我可能还没有办法有多余的仓位 让你来做出个买性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恐怖 那我认为这个航运 目前为止的话 它是呈现非常强势的一个多头走势 但是你还是要事先布局 如果说你在11月份 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的话 可能你 对不对 可能你就会事先去做出个布局 那时候我们是做散装货轮的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操作的重点是 放在强势股的一个星星 包含这个域名在内 当然目前为止 这能让股票创高以后的话 我们会先行做出个 获利调节的一个动作 近期以来的话 我们目前为止的话 当然还有两档这个航运类股 第一档股票就是我们所公布的 这档股票叫万海 它是做货柜人的 所谓的货柜山雄里面 那你就会看到看到它的生意 另外一档股票的话 我们就先暂时保密了 它是二开头的 那六结尾的 那今天的话也是 股价也是再创一个破断的一个新高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它在底部正要起涨 那有机会的话 只要创新高 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公布了 今天我们的操作重点 还是要放在水的万海 那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万海 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其实的话 大户中石户的话 他第一选择会选择什么 第一个叫长龙 第二个叫阳明 那如果说两档股票让他挑的话 他会挑什么 他一定会挑长龙 他不会去挑阳明的原因 我解释给大家听 因为长龙的话 它是龙头性质的股票 它具有所谓的代表性 不管在盈利营收 跟所谓的现金股利 股东报酬利的话 我相信长龙长期以来的一个表现性 它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大户的话 会去选择这个股票 包含这个外资投信的话 都会去买进 那阳明的话 一般的话我们称为劳二哲学 就是说他的股价 永远是落后在所谓的长龙后面 所以说这个地方去选择 阳明的投资人反而是比较少 但是今年的状态是不一样 我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因为长龙的话有一些 劳资上面的一个争议性 它是比较大 那这个地方的话 投资人反而比较偏害到阳明 所以阳明的一个股价 在外资连续四天的一个买超之下 今天他的股价表现 是超越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长龙 那未来长龙经过除全息以后 会不会这个股价进行所谓的翻转 当然是有机会 这个就是严老师对于这个长龙跟阳明的一个研究 那至于说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万海 因为我跟你讲 没有人看到的这个比较恐怖 如果说大家都看到了 那就不觉得很恐怖 因为万海的一个股价是从 这个开始往上做出个突破之后 其实近期以来的股价 它都没有涨 没有涨的同时 其实布局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但是我昨天看到了 外资在昨天的一个单日的一个买超 超过了9984张 它在万海的一个买单 但是昨天总共的成交量 大概万海只有三万张 几乎它就买了三分之一 那我们用这个 对不对 同脑想一想 成交量三万张 他一个人买了一万张 那是什么意思 他非常非常的看 非常非常的看 所以说今天的一个万海 如果说你有收到老师的简讯的话 我相信早上一开始起涨的时候 我就稍微的告诉我们的投资人 那一直到尾盘 创新高 甚至做盘中来到涨停板 我都是用简讯来通知 这个股票未来该怎么样来操作 那节目一开始的话 已经把简讯 那由其中小姐来通知大家 我相信经由这种简讯的话 你可以知道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对于产业的一个了解 第二个我们对于股票先行布局 那我们在涨停板或创新高以后 我们都会在news98这个公开的一个频道里面 直接打开来跟大家来做出一个验证 这个就是我们的诚信 诚实的一个原则 来接下来谈谈这个大盘 这个大盘拉回这么正常 我们跟启真聊聊天 应该是正常吧 好那我们的节目里也常常告诉人家 这个如果说股票市场每天涨 这个就不大正常 对啊 股票市场如果都每天跌 那也不大正常 那股票的话创新高 家庭只是创新高有拉回 这个很正常 但是投资人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活力 他要的是能够精准的掌握到 这些标股的一些所谓的内容 那老师这边还是先行预告 今年的航运内股的话会很恐怖 它会一直涨一直涨 要的话还是回到目前为止的话 有区域上面的一个冲突 我们也知道阿拉伯海那边的话 红海目前为止的话 叶门的一个叛军啊 他在袭击所谓的 这个无差别攻击所谓的火轮啊 那美国目前为止 虽然说要去援助啊 但是这个地方因为 有所谓的冰险啊 那其实啊 我们在走航运的时候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说 有冰险的同时的话 任何东西都会涨价 包含这个油 包含这个所谓的船务费 还有一些所谓的港务的一些费用的话 这些都会直接反映在 所谓它的成本啊 所以说它的报价 立即的会呈现所谓的三级跳 我记得我们国内有一位企业大佬 他就是啊 这个长龙的一个创办人 张龙发先生对不对 他当时候就是靠着这个中东危机啊 他冒险啊 开着船啊 这个中东 台湾这样子跑个几趟 冒着生命的危险 而后赚了很多钱啊 来创造这个所谓的 这个长龙的一个集团啊 虽然说富贵险中求 但是真的也是值得大家来 很佩服啊 那现在的话 你不用险中求 你住在家里面 只要你能够判定说 航运类股报价开始上涨 航运类股未来 这个所谓的投资人认同 目前为止的话 已经开始嘎空了 那我相信的话 只要你能够认同的话 那股价有上涨 那你就是赚得到钱 好 你就是赚得到钱 那未来的话 航运类股的话 在本周的话 应该还是会持续创高啊 好 因为明天就是礼拜五了 下个礼拜可能会进行 所谓的震荡整理 如果说你对于 航运类股有兴趣的话 你在下礼拜 可以直接跟上 严谣老师的脚步了 我今天要恭喜 我们的两级会员 手中有万海的 那今年的年应该会过得非常非常好 好 好 对不对 那再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的话 我们国内外销定端 已经开始转正了 那之前的话是连续14黑 那终于转正了 代表我们的景气 也会开始复苏 那当然新台币的一个走势的话 在热钱不断的涌入之下的话 那还是持续的来做出一个升值 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产业 也是帮助性也是非常非常大 那昨天有人在Line里面问严老师 老师啊这个你觉得 这个最新的股票有没有比较好做的 我的回答其实也很OK 我第一档就回答什么 万海 第二档我是回答什么 这个台胜科 那为什么是万海跟台胜科 万海刚刚解释过的 我们现在讲一下台胜科 台胜科的话 它本身它是做细晶圆的 第一个消化库存 第二个的话 目前为止报价也开始上扬 这个就是所谓的产业的一个循环 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 台胜科的一个股价 它在低档区的话 那当然就是一个看好的一个理由 台胜科今天上涨了5块钱 收盘的话189块钱 在收盘价的部分 今天是在创普段新高 但是我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今天的收盘价189块钱 对于我们的会员而言的话 应该赚很多了 这样子讲应该知道了 应该赚很多了 那这个股票的话 我们也没有打算要买 我们认为说这个 还没有涨完的股票 我们就是持股虚报 那至于说有人说 老师我听了你的广播 你说这个钢鞋类股 做短一点的话 对是要做短一点 但是它涨得很快 你懂意思吗 对 指标性质的股票就是海光 这个代号我可以跟你讲一下 2038的海光 还有今天创新高的 2031的星光钢 这两档股票在今天的话 都是在创普段新高 明年可能还是会延续 包含这个叶辉在内 这个拉回都可以去找买点 我认为钢铁类股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原物料的 一个体裁 那钢铁跟航运有没有关系 有关 有关系 第一个如果说铁矿砂大涨的话 代表需求增加嘛 对不对 那它要用什么船来运 它要用散装货轮来运 好 那你不要认为说 老师 这个货柜会涨 这个散装货轮不会涨 其实它载的东西不一样 没有错 但是报价跟运价的部分的话 它通常的话 有所谓的连带上面的一个关系 那今天的话 散装货轮的代表 像汇洋的话 今天上涨3% 域民的话上涨了 也是接近3% 新兴的一个股价的话 之前非常强势的 现在也开始做出个打底的一个动作了 所以说 你收听严老师的广播节目的话 我们会提供比较及时的一个讯息 给大家来做出一个参考 那请注意的 航运内股目前为止的话 要注意三档股票 第一档阳明 第二档长龙 第三档 第三档就是严老师的万海 那另外还有一个做船务的 叫做台华头 近期来话股价也是 再上波段新高 那在我们节目里面 持续的跟大家谈到的 有一档这个非常彪悍的股票 叫做3086的华裔 对不对 今天是涨停板 再度涨停板 再度再上波段新高 很恐怖 对不对 的确是很恐怖 那有人问说老师他为什么会涨 其实你去查一下他的营收 他在11月份的营收是爆炸性的一个成长 所以说股价的部分 他会反映 那也不要认为说这个行情好像很难做 其实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原点 你找的股票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你找的股票如果对的话 我相信操作起来 这个困难度就会降得很低 如果说你自己本身 你觉得说你学的东西不够多 你当然是可以寻求这个专业的人来帮你 那近期来参加严老师的 那有一个现象 好像去看网路的人来参加严老师的 最近有更多的一个趋势了 严老师非常感动 因为我年纪可能是比较大了 对于网路的部分我不是很熟的 那网路的一个 这个袋子一播出去以后 其实年轻人他对这个回响还是很大 老师在那边还是要感谢 不只说他只有听这个广播节目 还有看一些电视媒体 甚至网路的部分的话也有播出 这个地方的话也获得很大的一个回响 那最主要就是说电子内股目前为止的话 成交比重是降低的 所以说这个资金就由所谓的内资 来做出一个控管 当然内资最喜欢买什么 买航运 那你说内资买不买钢铁 买 但是他买的比较短 买的比较少 他不如的话去做航运 你看像阳明的话 今天成交量33万张 万海的话今天有8万张 长龙的话也有8万张 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大资金部位的 可以去买多一点的 可以长线来布局的 如果说你真的之前赚不到钱的话 你可以从阳明身上找回来 你也可以从万海身上赚回来 甚至去买长龙的话 股价创新高你都赚得到钱 不要让以前的一个现象来影响到你的现在 那如果说你对于电子内股有兴趣的话 我这边还是跟大家推一下 IC设计里面的话 当然这个分作两个部分 第一个叫IC设计里面比较强势股 第二种叫AIPC的 那AIPC的话 研老师对这边的话研究就很深 昨天跟大家谈到了红基人宝跟精英 你不用每一档都做 只要挑一档股料出来做就可以了 那有人问说广达怎么样 广达它的机器比较低 那如果说你要长线布局 这种股票是可以考虑了 但是音乐打的部分你要操作 你就要非常小心了 因为老师讲过 12月15号这天是报大量 39万以上 那你未来的话必须要突破 这个所谓的大量区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话会形成所谓的震荡整理 那我的选择其实很简单 我会从所谓的精英 人宝跟红基 这三档股票里面来挑选一档 再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手中有的股票 这个6415的CDKY 我相信也送给大家了 今天的股价来到443块钱 股价再创波段新高 那还是要呼吁一下 颜老师会员一张都不要卖 不需要卖 因为明天的话可能就会过前高445块钱 这时候每个人都大赚了 那我们手中的话还有所谓的台胜科 今天收盘价189块钱 一张都不要卖 因为我认为这个股票是属于底部提涨的 那投信的部分连续4天是站在所谓的买超 那这个地方的话真的是不需要去做出一个 卖出的一个动作了 那当然这个我们最近的操作的话 跟大家讲的都很明白 我们会集中在航运类股 那如果说你对航运类股有兴趣的 那你愿意跟上颜老师脚步的话 那今天的话我会开放一档这个底部起涨的 航运相关的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有机会倍数翻 也就是翻一倍 那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的话 你就要好好的把握一下 先祝颜老师的会员 今天的万海 放波段新高 今天的万海 每一个人都大赚 下一档这个航运相关的股票 今天就开放给大家 立即登记就可以了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起针 好哦 谢谢老师 哇老师呢给我们打了强心针哦 这个行情呢不止到现在为止而已哦 接下来还有一些新的布局 邀请大家跟上脚步咯 有跟着超前部署的万海的部分 恭喜恭喜 航海王又出动了 那么收后呢就可以好好的把握 尽快的来电掌握了 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我们轮运头顾 首席分析师 叶一鸣老师咯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我先这边提供老师的服务资讯 给大家做参考哦 当然今天呢最开心的就是 家族朋友这个万海的部分哦 涨停板 接下来还有哪一档全新的标股呢 叶老师说邀请大家 来电留下姓名 还有联络的方式哦 股票发动的时候 将会请助理一对一的立即通知哦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哦 今天呢老师说跟news98的听众好朋友结缘 欢迎来电了解详细的优惠内容 02-2321-9933 02-2321-9933 这档新的标股登记即可哦 另外也邀请大家加入 叶老师的免费Lite ID哦 小老鼠小写的A518 小老鼠小写的A518 重要的资料都在其中 邀请大家共襄盛举 台股好行情 红包行情 尽情把握咯 02-2321-9933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